今天看到這台是哈伯森的H50ES 那這台的話之前室內開箱跟戶外測試都有做過了 那今天要做什麼呢 今天想要改裝它的天線 它原本的天線是內置的啦 放在遙控器裡面 就是這一邊是2.4G的遙控訊號 這一邊是5.8G的塗傳訊號 那待會我就把它拆開 把天線換成外置的天線 那等一下遙控電池記得要先拔掉 因為我們在拆裝的過程如果不小心 那個螺絲起子如果不小心去R-stop 可能會壞掉 所以就是不要有電池 這個飛機放旁邊不用理它 那外置的天線在這邊 這個不會貴啦 一組台幣大概四五百而已 看一下 這兩條 這兩條就是 兩條天線 的一個連接 連接的電線 然後這一個 這一個是2.4G 遙控訊號的天線 那另外這一個 這一個就是塗傳 塗傳的天線 那我把它拆開看一下 這個就是塗傳的天線 那這一個是遙控的天線 那待會裝進去 會長這樣子 會露出來 然後這裡裝這裡 這裡裝這裡 這樣子 待會就是天線會外露 OK 好那我現在一步一步的來 教大家要怎麼弄 東西拿走 首先要先把這個遙控器 首先要把這個遙控器 後面有四顆螺絲 先把它拆開 OK 先講一下 要需要用到哪一些工具 第一個 我們要拆遙控器 需要 這個 十字 十字 十字的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裡面喔 等一下放天線 會要有一些 要有一些小工具 可以 稍微撥一下 比較好撥 小的螺絲 那個十字 十字起子 那再來的話 最重要的東西 你要有一隻小電鑽 你要有一隻小電鑽 因為我家裡只有大隻的啦 沒關係 等一下就試試看 應該也還好啦 大隻的 原則上用那種IKEA 那種小隻的 小隻的 比較輕 這樣弄就好 那待會我直接挖看看 然後這個頭 這個頭我有量過了 他這一個 他這一個連接的這個 這個螺絲 他這個 這一個大概是七米 那我 我就直接 挖一個八米的孔 讓他可以推出來 這樣子 OK那現在就是一步一步來做 首先來 遙控 遙控把它拆開 這裡 這裡有四個 四個螺絲要把它拆開 記得齁 記得齁 記得電池要拿起來 電池一定要拿起來 OK 好 把它拆開 放抽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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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不會不見 第二顆 好,最後一顆 現在螺絲 都打開了齁 那我就把這個打開 這個打開要有一點力道 你看打開了 有一點力道 打開 打開看到就這樣子 齁 那 這個是原本的天線 這個是原本的天線 齁 這個就是土船 這是土船的天線 齁 那這裡有一根小小根的 這個就是本來遙控 本來遙控 的天線 齁 然後他 這兩個天線都接到這兩個 齁 這兩個控制器 齁 那這裡有一個很小點的 這裡要把它拨開齁 那 這個拨開的話 齁 就用小支的 齁 用小支的這個把它拨起來就好了 他有到嗎 齁 就把它拨起來 小心拨啦 因為這個齁 零件很小齁 不要把它弄壞了 小心拨 小心的拨 齁 手續擋到了 OK 齁 這樣就拨起來了 齁 這一個 然後天線 他天線只是卡住而已 齁 天線你只要輕輕的把它拔下來就可以了 他有用 焦 熱熔焦 齁 沒關係 這就把它直接拔掉 沒關係 慢慢拨 慢慢拨 就起來了 慢慢拨 因為這個天線也 拔下來應該也沒有 不會用到了 齁 OK 這一個 齁 他原本 原本的圖傳天線 齁 天線把它放旁邊 OK 那再來就換這一個 齁 這一個就是遙控 遙控的天線 啊一樣這裡齁 直接拔 應該 用手的話會擋到啦 我直接用小的工具 這樣弄齁 大家比較看得清楚 齁 OK 拔起來了齁 那拔起來你看這裡就是有一個孔 齁 待會就接上我們的天線就可以了 這裡很小齁 齁 在這裡這個洞 齁 這邊洞一樣長的一樣 規格是一樣的 OK齁 那我現在把遙控的天線拿起來 那遙控的天線一樣 他就是這裡都是有 有用熱溶膠 固定 直接把它拔掉就好了 齁 這個都直接拔掉 沒關係了 手擋到了齁 不要擋到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齁 那大家 看完就可以自己去做做看 齁 那原則上 改裝完的天線齁 會從原本操控 距離 會從300米 可以增加到1公里以上 可以增加到3倍以上 那這裡是熱溶膠 直接把它拿掉 熱溶膠 把它弄掉就好了 好 OK 這個天線 齁 原本的內置天線 就長這樣 圖船 跟那個遙控的天線 圖船300米 天線也是300米 齁 那現在 我要先做一個動作 齁 就是 這兩個 這兩個 裝進來之後 要從 從裡面出來 那從裡面出來的話 這裡就有兩個洞 要挖洞 齁 這裡要挖洞 那挖洞 我剛才有量過 就是要挖8米 挖8米的洞 齁 那現在就來挖挖看 好 OK 固定住 直接來挖了 我做個記號好了 不然等一下挖 等一下挖偏掉 齁 把它做個記號 在中間桶的位置做個記號 齁 這邊把它正中間做個記號 比較不會挖錯 OK 做個小記號就好了 齁 怕你真的挖超過 齁 旁邊裂掉 就變很醜 還是可以用 只是會變醜 因為這是比較大隻 我就把它套在我的腿上 慢慢來 慢慢來就好了 不要急 好 稍微看一下 快要過去了齁 再來 快要過去了 真可以 好 這樣就過來了 再把它清乾淨一點 一個洞完成了 齁 齁 來這個洞完成了 齁 還好啦 喔 不太好挖 因為這個塑膠很硬喔 齁 我剛才這樣挖 塑膠真的很硬 好換挖另外一個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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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清晰 好,看一下 好,兩個洞 挖的有點醜啦,那等一下裝上去 再看一下有沒有影響到外觀 這邊差一點挖破掉,有沒有看到 這邊 挖太靠下面了,所以大家挖的時候要量一下 量在正中間,不然破掉就會很醜 好,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先試一下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洞 可不可以用 OK,你看,待會這樣子 外置天線就可以接這裡 齁,這邊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齁 好 那我就先 一根一根裝,先裝這一根 那先把它原本的那個 螺絲母拔掉 拔掉齁 拔掉 有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這一個先把它裝 裝好 等一下這條線,我再來,等一下這條線,我再把它接回來,我先把這裏做一個固定 這個墊片,齁,這個墊片還是裝一下,比較好 齁,這個有些墊片,齁,墊片就把它裝一下 齁,墊片,裝好 好,那再來,就是這兩個 就這樣 好 真是 好,這樣子,先試裝看一看 這個地方太短了,齁,這一個要凸出來一點 這裏才,這裏才裝的進來,齁,所以要在 就不要,就把電片直接拿掉了,不用電片了 那因為我沒有鎖緊啊,我沒有鎖緊 讓這個長一點,齁,長一點,這樣子 然後再來,電片 電片在這一個 OK 齁,那這一邊,這樣就完成了 齁,然後,等一下,這一個的話 齁,這個圖傳的訊號 齁,這邊不是裝圖傳的 這邊是裝這根天線的,齁,直接 齁,這樣子 轉,轉回去 齁,那這是天線,這樣就OK了 齁,那我先拔掉,先不裝 齁,先試試看一看,是可以用的 換另外一邊 齁,一樣,這個把它拿掉 齁,謝謝 用老虎鉗,把他夾緊啊,我只先示範而已 這樣子,啊這個,這個待會,這條線 這兩條線,待會就,就稍微收一下,把他裝上去 一樣,這樣裝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裝回去就可以了,兩條線裝回去,啊我現在,我現在先 合起來,看一下他這樣外觀,外觀O不OK 齁,不錯齁,蓋子蓋上去 齁,來看一下這邊,原則上看不太出來啦 齁,就變成,內置天線拿掉 齁,變兩根外漏的天線 那平常攜帶的話,天線拔下來,這樣比較好帶,要用的話,齁,來 這一個 2.4G 另外一邊吧 沒有,這邊我剛才講錯了,因為剛才是顛倒的 齁,放過來就相反了 這邊是 遙控 遙控2.4G的訊號,齁,轉一轉 然後這邊 就 圖傳訊號 5.8G的圖傳訊號 OK 好了 這樣就好了 齁,那這一組的話 齁,應該一公里 距離跟圖傳 遙控距離跟圖傳,應該一公里沒有問題啦 好,那我待會就把其他細節做好 之後,去戶外,直接來測試看看 能夠飛到多遠 齁,那就這樣子 這樣子,OK,好